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会选择自己现在的老公吗 他对于你来说意义是如何的 又或者说跟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我二婚嫁给了一个有钱老公 怎料却夜夜被精神折磨 苦不堪言 直到我看到了那封信 晚霞融进河水里 河水一半是橘红色 一半是碧青色 河面的热气被凉风逼退了 河面涌起小小的波澜 一波波慢慢涌到寒碗霞的手边 他用两只粉嫩的手 一下下搓洗衣服 不时撇一盐水里摇曳的脸蛋 然后笑一笑 他才刚读完初中 正等待着录取通知书 他对拿到通知书很有信心 因为他一直是很努力的好学生 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 读高中考大学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 命运翻手之间就会改变 小霞 小霞 韩晚霞回头 看见同学孔荣正向他跑过来 孔荣是他的同村同学 两人一起长大 那一年村里只有他们两个考上初中 中学有十几里路远 孔荣有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四处都响的自行车 每天他便用这辆车载着韩晚霞去上学 渐渐的有同学便喊 韩晚霞是孔荣的媳妇 韩晚霞脸红了 便赌气从自行车上跳下来 自己不行 以后孔荣便在路上截住他 把自行车硬塞给他 说自己是飞毛腿 然后孔荣撒开脚丫子 很快就没了人影 孔荣跑进了 手一摸脸上的汗珠 甩了甩手 从兜里拿出一个信封 交给他 是他梦里都期盼的高中录取通知书 孔荣说去学校了 顺便把通知书给他拿来 他用颤抖的手拆开 浏览一下 欢呼 我终于考上了 然后才想起问孔荣 你呢 我没考上 孔荣甜甜嘴唇 晚霞心里也明白 孔荣不可能考上 他学习很差 小霞 你真棒 你一定能考上大学 以后你还会理我吗 孔荣的脸微微红了 晚霞有些责备地看他 意思是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我怎么会不理你呢 我永远都会理你 孔荣的脸更红了 低着头 卷着黑乎乎的白色背心的下摆 一会儿放开 又卷起来 他聂如着想说什么 却什么也没有说 晚霞去县城读高中 学习很紧张 他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孔荣去外地打工 几乎不回来 他们很少再见面 晚霞会偶然听到孔荣的消息 一会儿在县城了 一会儿在省城了 一会儿又跑到北京了 他竟有点羡慕他 晚霞忽然收到一封信 竟是孔荣的信 他很意外 也很兴奋 他想抽时间给他回信 但学习太忙 最终还是把这件事搁在一边 苦读三年 晚霞终于考上了大学 拿到了大学通知书 那个夏天 晚霞成为整个村子谈论的焦点 惹得同龄人羡慕度记恨 他一出门 总有人抢着和他打招呼 他手里被塞进去一个甜瓜 几根黄瓜 或者两三个西红柿 爹娘也感到很荣耀 花几百元钱包了一场电影 让全村人看 那一天 他在路上看见孔荣 他倚靠树干 两个膀子一高一低 有点邪魅地对他笑 他的个头窜出了一大截 身体瘦瘦长长的 像一根纸忙着拔截 顾不上长粗的高粱 他们有几年没见了 他走过去 和他聊久别重逢的喜悦 说起他曾给他写过一封信 那时学习太紧张 竟忘了给你回信 对不起 还有那时 我给你写过信 我自己都忘了 孔荣黑黑笑起来 他忽然从兜里拽出一个小盒子 说是给他的礼物 祝贺他终于考上大学 晚霞小心翼翼打开 是一条细细的金项链 不 太贵了 我 我不能要 怎么 不敢要了吧 还怕欠我的人情 你大学毕业 有机会发达 我还指望以后 你多提携我呢 孔荣嘻哈着说 晚霞不好意思不收了 他其实心里是很喜欢这个金项链的 18岁的女孩子 怎么会不喜欢体面的行头呢 可家里给他凑够了学费 再没有多余的钱 给他买一点贵重的东西 他进了大学 眼前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潜能这么丰厚 学习成绩优异 拿到了国家奖学金 参加了学校舞蹈队和话剧团 可以轻盈地点起脚跟舞动身姿 也可以扮演朱丽叶和子军 过过当演员的瘾 然后 他有了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家事好 是戏里很多女生轻暮的男生 但他只钟情寒晚霞 大三那年的春节 晚霞把男朋友带回了家 村里人都知道 他带回了一个好女婿 孔荣去他家晚 晚霞很大方地 把男朋友介绍给孔荣 他问孔荣 还没女朋友吗 孔荣大大咧咧地说 等着他给牵线介绍呢 晚霞马上很认真地答应 说遇到好女孩 一定介绍给他 毕业后 打算去哪里高救 孔荣嘻嘻哈哈地说 还没商量呢 晚霞害羞地 看向男朋友 以后可别忘了提携我 孔荣说得有点阴阳怪气 孔荣离开后 男朋友瞅着孔荣的背影 问晚霞 他是谁 我的发小 一直把我当妹妹 他喜欢你 晚霞瞪男朋友一眼 别胡说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 他只是把我当妹妹 大学毕业后 在男朋友家里的帮助下 晚霞留校任教 不久 他和男朋友结婚 生下一个女儿 那天 清晨的阳光 跃动在窗帘上 他第一次给女儿喂奶 手指轻轻划过婴儿 吹弹 可破的皮肤 他心里的幸福 随着奶水 咕咕一起涌出来 寒晚霞忽然被一阵 哭喊声惊醒 妈妈 妈妈 爸爸摔倒了 爸爸摔倒了 他睁开眼睛 正正看着面前的小男孩 良久不敢移动一下身子 他的目光在房间里 一寸寸游走 泛黄的白色墙皮 闪着年深日久光芒的家具 他的意识一点点回来 终于确认 原来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面前的男孩 是他的儿子小瑶 他赶紧从床上起身 看见丈夫孔荣 摔倒在厨房里 案板掉在地下 他脸憋得通红 正试图爬起来 你怎么不喊醒我 他跑过去把她拉起来 把双拐塞到她腋下 孔荣因为意外车祸 已经在家里养病两年多了 看你睡得那么熟 让你多睡一会儿 我连个早饭也弄不好 孔荣垂头丧气 晚霞把孔荣搀扶到沙发上 没忘记亲亲女儿小雨的脸蛋 然后返回厨房做饭 他一边切西红柿煮面条 一边回味梦中的情景 不时摇摇头 自嘲地笑一笑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 荒诞的梦 不过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梦 梦中的他 读了高中 考上大学 有体面的工作 有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衣食无忧 过着让人艳羡的生活 人生一帆风顺 想想真是令人向往啊 可现实中呢 他只是棉房厂的 一名普通工人 学历不过是初中毕业 而且还是二婚 吃了早饭 晚霞忙着打扫卫生 收拾房间 然后和面 剁肉馅 他好不容易调休一天 他想给两个孩子包水饺 改善一下生活 一边干活 他便以玩笑的口吻 和恐荣说起那个梦 他说得很琐碎 细致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好像他真的在那个梦里 活过一样 真奇怪 完全和真的一样呢 是你给我送的高中 录取通知书 我考上大学 你还送给我一条金项链 然后我大学毕业 成了大学老师 晚霞一边揉面 一边嘻嘻哈哈地笑 他忽然摇头叹气 哎 可惜我没考上高中 如果我再努力一点 一定能考上 然后就能读大学 那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命呢 他看向恐荣 他的脸僵硬地挂在那儿 一声不吭 他便也静默起来 不好意思再说下去 只是把力气 用在手中的面团上 恐荣受伤以后 心情会暗 家里的气氛 也悄悄变了 一声说 恐荣丢开双拐的希望 很渺茫 晚霞提着一口气 撑着这个家 不管怎样 日子还得过下去 并且要积极地过下去 小瑶和小雨都靠过来 要和他一起揉面 他拽了两块面团哄他们 抬头瞥见 恐荣架着双拐去了卧室 双拐一下下撞击地面 发出很大的响声 恐荣生气了 晚霞忽然有些 后悔刚才说的话 晚上 晚霞走进卧室 看见恐荣在白色的烟雾里 像一具蜡像 晚霞赶紧把门也打开 让初冬的穿唐风 把烟雾驱散 恐荣原来是不吸烟的 自从腿坏了 才吸烟解愁 晚霞便由着他吸烟 晚霞说别吸了 睡觉吧 恐荣掐灭烟屁股 闷闷开口 你是不是嫁给我后悔了 我如今成了这个样子 瞎说 晚霞趁怒 我怎么会后悔 你当初和我结婚 我可是占你大便宜 我是二婚 还带一个男娃 你一个没结婚的大小伙子 又混得不错 你娶我是吃了大亏 恐荣埋着头 一张脸钳在灯影里 一半白 一半黑 如果我 我一辈子都离不开双拐呢 不怕 有我呢 我养你 我们节俭一些 没问题的 晚霞故作轻松地笑 恐荣又想吸烟 摸索了一会儿 把烟放下 那那 不 我不能拖累你 胡说八道 晚霞满含柔情地瞪他 当初你怎么说的 说养我和孩子 现在轮到我养你了 放心好了 以后我养你 晚霞说的是实话 当初 前夫和他离婚 连儿子也不要了 那时 小瑶还不到两岁 他自己带孩子 又没有多少钱 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 只好回了娘家 离婚的闺女 在村里是受非议的 也是遭嫌弃的 所以 她的日子 很不好过 哥嫂不待见她 爹娘也没个好脸色 但她并不在意 毕竟家里人 给她一个容身之地 没有把她赶出门 她拼命干活 证明她不是白吃饭 以换来家里人的认可 田里的玉米棒子 早被摘走了 只剩下一株株肝子 落寞地挺立着 晚霞用稿头缠两下 玉米肝子 便扑得一声倒下 这是个重体力活 她周身被汗水泡着 小挂麻花式地扭在身上 忽然前面透亮起来 一个人影在前面晃动 有人在对面帮她干活 她想一定是哥哥或父亲 于是干尽更足了 当她终于看清 那张汉津津的笑脸时 她惊呆了 是孔戎 怎么是你 她与孔戎好像很多年没见了 中考落榜 从此各奔天涯 不再联系 她回来后 听说孔戎这几年 在外面混得不错 干到了销售经理 挣了钱 买了房子 就是我 把我忘了 孔戎油腔滑掉 笑咪咪打量她 她赶紧向下拽拽小挂 她为自己的这副模样难堪 两人一边干活 一边说话 回忆原来一起上学的事情 不时笑几声 孔戎忽然问 听说你离婚了 婉霞点点头 被太阳考得黑红的脸重重 垂了下去 她虽然才27岁 但一谈起离婚 整个人便没了光彩 为什么 婉霞忽然别过脸不吭声了 手中的稿头用力缠倒一颗玉米 玉米倒地 她也猛然蹲下去 用手捂住脸 无声地哭泣 婉霞在一个工厂里认识了前夫 前夫是车间小组长 平时杂杂呼呼 朋友很多 她很爱婉霞 结婚后 两人过得很幸福 但忽然 前夫在婉霞的手机上 不断发现她出轨的证据 任凭婉霞怎么解释 怎么发誓赌咒 前夫也不相信她 最终和她离了婚 婉霞的肩膀抖坐一团 呜呜呜呜说 她真的什么也没做 她真是太倒霉了 不知为何 手机会收到那些 莫名其妙的暧昧信息 孔荣的一只大手迟疑一下 落在她的肩膀上 轻轻拍打几下 你一定受委屈了 我相信你 过了一阵 孔荣向婉霞求婚 婉霞不同意 说她的条件那么好 应该找个未婚大姑娘 干嘛找她这个 二婚带男娃的女人 太亏了 孔荣急得面色通红 眉峰颤抖几下 她忽然有点扭泥 结结巴巴说 其实她一直喜欢婉霞 从小就喜欢她 她长得那么好看 学习又好 可她觉得配不上她 不敢告诉她 娶婉霞一直是她的心愿 放心 以后一切有我呢 我养你和孩子 孔荣说 婉霞望着孔荣 为爱而燃烧的眼睛 明白 这个男人真的爱她入骨 他们结婚后 婉霞跟着孔荣来到城里 孔荣爱她 也爱她的儿子小瑶 视如几初 很快女儿小雨出生 夫妻恩爱 儿女双全 晚霞的日子终于安稳下来 过去的伤痛渐渐淡去 有了一些岁月静好的味道 但一场车祸 把美好的一切打碎了 孔荣成了依靠 双拐走路的残疾人 孔荣说 打听到了一个高人 她想去那拜访一下 为她的腿球取药 自从她出世 她就变得神神叨叨 晚霞虽然觉得不大靠谱 但她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 毕竟 她是多么希望孔荣的伤腿能痊愈 孔荣在家养病的这段时间 没有一点收入 可两个孩子的花销越来越大 她心里是有压力的 但她把压力埋在心底 只是不断压榨自己的身体 加更多的斑 更加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每天端出的依然是一张笑脸 我请假陪你去吧 不用 我约了几个病友 我们一起去 他们会照顾我的 孔荣加了一个病友群 有什么信息 大家都在群里分享 孔荣和几个病友租了一辆车就出发了 大师住在半山腰的一片林子里 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 山下的车 微移了大半里 孔荣等了十几天 才排到号 大师一身白衣 闭着眼睛 像个平常人 但盯着人看时 却使人不禁胆寒 他盯着孔荣看了很久 连连摇头 孔荣跪在大师面前 和大师说了很多话 孔荣回到家的那天 天上飘着飞絮一般的出雪 他顶着一身白 高高兴兴踏进门 晚霞和孩子们雀跃着迎接了他 大师说 我的腿很快就能好 真的 到底什么要那么管用 这个要保密 说了就没效果了 晚上 晚霞安顿好了一双儿女 到卧室收拾床铺 孔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出神地望着他 灯光慢泄而下 他的侧影很生动 孔荣忽然问晚霞 你说咱小雨长大了 会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和你一样好看 怎么 想让小雨快点长大 她长大了 咱两个就老了 晚霞轻笑 我想马上看看她长大的样子 她长大了 要读大学 找个好对象 嫁个好人家 孔荣说 晚霞忽然停下手 从嘴里滚落一声叹息 是啊 我没上高中 没进过大学的门 一定让我的孩子都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 孔荣不吭气 好一会儿 轻轻叫了一声晚霞 说对不起她 如果不是她 她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晚霞的脸骨起来 有点不高兴了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我从来没有后悔嫁给你 不管你怎样 我都不会丢下你 孔荣架着双拐 慢慢靠过来 一只胳膊拢住晚霞的尖头 寒昏地说着什么 这天晚霞下了班 孔荣不在家 只有小瑶和小雨 在客厅看电视 晚霞问爸爸呢 两个孩子摇摇头 她打她手机 铃声竟然在卧室响起来 她赶紧跑到卧室 孔荣的手机静静躺在床上 旁边还有几页纸 是孔荣给她写的信 她的心忽然急剧跳动起来 晚霞木雕一般呆坐在床边 几页纸无力地散落到地上 她被孔荣的性惊吓到了 脸色因为受惊吓太重 变得灰白而透明 孔荣忠于鼓足勇气 坦白所有的罪孽 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她那么喜欢晚霞 却一步步毁掉了她 她不知道喜欢了她多少年 她只知道自己从懂事起 就喜欢一个叫小霞的女孩子 她长得那么好看 每次都能考一百分 她总是对她笑 从不嫌弃 她经常考零分 愿意和她做朋友 不知何时起 孔荣的愿望是长大后 娶小霞当媳妇 但她知道自己配不上她 她越是喜欢她 就越是自卑 越是自卑 就越是喜欢她 越想娶她当媳妇 中考以后 孔荣一直坠坠不安 她在担心一件事情 她怕小霞考上高中 如果她考上了 就会考上大学 那她和她之间就隔着一道天河 永远不可能了 于是她就去了学校 想不到 她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 她对老师说 她和她一个村 给她带回去 她揣着那个大信封 犹如揣着一块烙铁一样难受 因为她再也不能娶小霞当媳妇了 她终于做了一件事 把写着韩婉霞三个字的录取通知书撕掉 扔了 虽然她毁掉那几页纸时 她的手是颤抖的 心也是颤抖的 但她还是毁掉了婉霞热切渴望的东西 她不想让她飞上枝头变凤凰 离她越来越远 她不能和婉霞一样高飞 干脆就折断她的翅膀 她不敢再见小霞 只要在村里望见她的身影 她就慌慌地逃掉 那一次 她在坡上放牛 小霞背着一袋子草 养着汗津津的一张笑脸 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她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 孔容 这一阵怎么看不见你 婉霞一屁股坐在她身边 我 我每天都打草放牛 她有些结巴 婉霞望着天上的云朵 忽然轻叹 日子真快啊 我们都初中毕业了 你打算以后去干什么 我 我不知道 婉霞转脸看向孔容 突然嬉嬉笑起来 我想读高中 考大学 大学里一定很精彩 你说我会考上高中吗 孔容的心慌的要跳出胸膛 婉霞的通知书早就被她毁尸灭迹了 你 你学习那么好 应该会考上的 孔容的声音很小 我觉得也会考上 试卷我都坐满了 婉霞背起草袋子 不自轻松地离开了 孔容瞅着她的背影 忽然有点后悔 但已经晚了 也许是心中羞愧不安 也许是不忍看见婉霞以后 失望难过的模样 孔容不久就离开了村子 去很远的外地打工 她很少回家 她想见到婉霞 又害怕见到她 只是偷偷打听婉霞的消息 知道她也出去打工了 几年过去了 孔容渐渐把自己做的那件缺得是旺季 她也混得体面一些了 她觉得有底气站在婉霞面前了 这些年 她的生活目标 就是要混成个人样 然后向婉霞表白 向她求婚 可是 她却突然听到婉霞将要结婚的消息 这么多年的努力忽然化为泡影 她痛苦地无以复加 忽然觉得生活没有了方向 她不甘心 于是 她又做了那件很下作的事情 长达将近两年时间 她每天晚上不厌其烦地给婉霞 发各种暧昧的信息 坐视婉霞出轨的证据 一心摧毁她的婚姻 她工作她是苦干 生荣活虎 有谁能想到她背后干得无耻勾当 她储存了很多电话卡 就为了骚扰婉霞 折磨婉霞 有时 她也想罢手 但她像染了心魔 欲罢不能 当她最后得知婉霞被离婚时 她有一种解脱的快感和幸福 她回了老家 充满着皮球一般胀鼓鼓的底气 出现在窘迫不堪的婉霞面前 她娶了她 她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但是 命运弄人 好日子没过几年 她竟然出了车祸 住院期间 婉霞照顾她吃喝拉撒 没有一句怨言 两年多了 她成了一个废人 婉霞没有一点嫌弃 即使她永远不能痊愈 婉霞也愿意照顾她一生 她的心底崩塌了 婉霞本应该去读高中 读大学 有一个好工作 嫁一个好对象 但是她把本该属于婉霞的一切都毁掉了 隐藏多年的罪恶 开始折磨着她 她梦魇一般活着 小霞 对不起 我毁了你美好的一切 我把一切重新还给你 只求你把小雨照顾好 婉霞目呆呆坐着 意识还不能转过弯来 那一切太惊悚 她还是不能相信是真的 待孩子二婚 被有钱老公狂追求 婚后却夜夜过着精神折磨般的生活 直到我在卧室发现 封信才知被骗惨 小姚小雨忽然跑进来 大声喊着说饿了 婉霞才回过神来 她赶紧从冰箱拿出面包 塞给他们 然后说去找爸爸 天早已经黑透了 婉霞一路寻找 喊着孔容的名字 路上渐渐少了行人 昏暗的灯光 透出几分猙獰的面孔 婉霞走得跌跌撞撞 声音有点雅了 担心家里的两个孩子 只好先去派出所报警 回到家 两个孩子在床上睡熟了 脸上残留几道干裂的泪痕 婉霞欺然地望着他们 感觉天都要塌下来 她现在已经平静了 只盼孔容快点回家 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 她不想再追究什么罪与罚 只想一家人平平安安守在一起 一日傍晚 婉霞忽然接到警察的电话 说仆虎打捞起一具男尸 让她去认一认 等她晕头晕脑地赶到那儿 看清了那个人的面容和衣服 她立刻昏了过去 一阵敲门声把韩婉霞惊醒了 她揉揉眼睛 头有些沉 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但梦中的内容 却一点都想不起来 她抬起头 有点茫然地望着 进来的同事金晓菱 怎么了 韩院长 睡着了 我 我好像做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梦 她轻笑 暗暗自己的脑门 下午的报告会三点半准时开始 您看还需要我为您准备什么吗 韩婉霞这才想起 因为要给大义新生做报告 她一上午都在准备稿子 这是她第一次给新生做报告 所以有点紧张 中午也没有回家 竟然睡过去了 她笑着摇摇头 让金晓菱出去了 下午的报告会很成功 晚上韩婉霞一边监督女儿做作业 一边和外地出差的老公通了电话 老公是市委办公室主任 一半时间要陪领导出差 忽然 初中同学杨丽的电话打进来 杨丽现在做生意 自从半年前 婉霞订购了她的一批办公用品 她对婉霞特别热情起来 杨丽说组织了初中同学毕业二十年聚会 也请了当年的班主任 希望她一定回去聚一聚 韩院长 大家都盼着见你呢 你可得务必回来啊 我们是同学 不要那样称呼 婉霞虽然这样说 她心里还是很受用的 她才三十七岁 就被提拔为文学院的院长 职称也进了郑教授 一切都顺风顺水 这一切既来自她的努力 也来自丈夫的助力 她已经多年没有回老家了 结婚后 她便把父母接到城里 从此与那个小村子基本隔绝 班里的同学都去吗 婉霞问 都去 都去 都联系好了 就等着你大驾光临 婉霞愉快答应了 她很想回去 有依紧还乡的小虚荣 再者 她特别想见一个人 少年时的好伙伴 孔荣 自从考上大学 她和孔荣渐渐断了联系 她知道 孔荣曾喜欢过她的 情窦初开 纯纯的喜欢 情到深处坏坏的喜欢 笨似的年纪了 想起和孔荣 一起走过的少年时光 忽然有种酸酸甜甜的东西 胀满心肩 她记得 她曾坐在 孔荣的自行车后面 有同学喊 她是孔荣的媳妇 然后她赌气 不再坐她的自行车 孔荣便把自行车 偷偷让给她骑 自己用两条腿 走到学校 她记得 孔荣去学校 拿来她的高中录取通知书 然后亲自送到她手里 她还记得 她考上大学时 孔荣送给她一条金项链 她赶紧翻箱倒柜地寻找 终于从抽屉角落里 发现一个陈旧的盒子 里面躺着一条 样式老土的金项链 她拿起来 细细端详 眼睛悄悄潮湿了 那时 她18岁 孔荣19岁 少年的情怀 如今想起来 忽然有种想哭的感动 她想马上见到孔荣 聚会那天 等到开宴 晚霞也没看见孔荣的影子 她只好问杨丽 孔荣怎么没来 杨丽说 孔荣来不了了 孔荣她怎么了 她挺惨的 出了车祸 没了好几年了 晚霞的心一震 眼底居然翻起一股热潮 她拼命忍住 却忍不住胸间撕裂的痛凶 勇袭过来 杨丽说 孔荣特别惨 出了车祸 人送到医院 救了两天 也没救过来 肇事车主也残废了 没钱赔偿 孔荣的妻子 丢下不到一周岁的女儿 跑得没了人影 孔荣开始是独身主义者 不谈对象不结婚 父母逼着她 三十多岁才结婚 可怜那孩子了 现在跟着爷爷奶奶吃低饱 杨丽轻轻叹气 婉霞借口去了洗手间 在洗手间泪如雨下 好一会儿 她才洗脸出来 欢宴上的公筹交错 再也没有吸引力 婉霞勉强应付到散场 第二天 她买了一大堆东西 还给小女孩买了衣服 回村子看望孔荣的父母和女儿 安慰了一会儿两位老人 婉霞四下寻找 问孔荣的女儿在哪里 小雨快出来 孔荣的母亲对礼屋喊 婉霞起身来到礼屋 小女孩一声不吭 大睁着眼睛 胆怯地望着她 婉霞拿出新衣服 招呼她 问她喜欢吗 然后给她穿上新衣服 小女孩露出害羞的笑容 然后滴滴问了一句 你是妈妈吗 奶奶说 妈妈会来接我的 婉霞的眼睛一热 眼泪涌了出来 她把小女孩搂在怀里 哽咽 我是妈妈 婉霞抱着小雨迟迟不肯放手 就好像想把自己的 所有的爱和委屈 全部释放在孩子的身上 她内心想着自己 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但她在日后 一定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才对得起自己的孩子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